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结合前一篇爆料的文章里 我突然又想到那个词了 善恶有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一报上你就咔嚓一下 让你到位 您说是不是这么个脸 咱们闲话少说 咱就看这爆料怎么说的 挺有意思 文章这么说的 北京某大学校长私助薄熙来 王立军监控政敌 据可靠人士透露 已经被双规的薄熙来的亲信交代 被称为国家防火墙支付的北京某大学校长 多次接受薄熙来巨款 私助薄熙来利用网络监听 对其政治对手亲友下属的网络的通信 为薄熙来窃取了大量的非常重要的敏感信息 其中包括网络电话 往来email以及邮箱的密码等等 咱们也提谁 防火墙支付 帮着薄熙来干了这么点事 事不大 就这么点 文章讲说 这位被称为防火墙支付的校长主动提出建议 与王立军合作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电子邮件用户信息跟踪体系 将每个国内每个网民上网及使用电子邮件的情况 包括密码 往来邮件 以及录音 以及聊天 全都记录下来 薄熙来听了非常高兴 又给他嘉奖一倍 大学校长 人家有科研费 科研费 你得有来源 那来源给哪来 是从哪来的 得有人愿意出这笔钱 资助他 就这么来了 后来博大公子说了 干的活干的不错 咱给你加一倍 就这么点事 而且他这个东西 您说是真的 是假的 他说要监控全国每一个人的电子邮件 我就觉得那活挺重 因为咱电子邮件的人挺多 但是今天整个东厂 要跟东厂结合在一起 那等于是先进的 最先进的监控设备 武装了中国共产党的警察系统 对吧 王立军是公安部的副部长 副部级的这样的干部 那不是一般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警察 所以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所以您到底听起来是真的 是假呢 咱就不知道了 但是有一点 您现在看着咱石头评述 看着这期节目的时候 搞不好就被这些监听的给听着了 给看着了 给收录了 但是您又不用怕 他弄这么多事 花这么多钱 干这事儿 他扛不住海外的动态网 扛不住海外的花腰网 因为他追不着是谁 他追不着那IP 他弄半天 还是不行 道理很简单 被称为防火墙支付的 这哥们建的这个防火墙 只能挡墙里的 但是海外有破网软件 把他这个墙倒的都是窟窿 您就通过这样的方式 就又出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有另外一句话 叫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很多朋友说 应该是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我说这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谁说的呢 共产党说的 真正的话呢 是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如果您对现在的市局 看不清楚的话 我给您介绍个电影 您回家看看 周星驰的功夫 周星驰的功夫 那个电影在国内不许演 您就上地摊上花两块钱 买一个DVD 您回家看看 功夫里演的东西 跟现在基本上就合拍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功夫里头最大 最后的一点 就是如来佛掌 把那魔鬼干掉 您看吧 我跟您说 前头从前往后推 斧头帮 共产党 谁都不怕 无法无天 警察就得听他的 整个电影就这么拍的 是真是假 那是个电影 文章特别提到说 在王立军出逃之前 这位中国互联网的著名人士 已经协助他 按照薄熙来的指示 建立起了重庆的网络监听系统 并且成功的监控到重庆市委 政府主要成员的上网情况和全部电子邮件通信 其中甚至包括来重庆的北京高层的通讯 那薄熙来截获这些资料之后 立刻将一些他不满意的人员调离或者抓捕 如果到重庆去的北京的高官都被他监定了 大家记着啊 唱红打黑的时候 一共有六个常委到过重庆 是不是这道理 这话这爆料的这哥们多绝啊 这料出来之后就要让所有的人都有一颗心 要把薄熙来给他砸成照片 爆料的人呢 还怕这消息让大家伙听起来不真 紧接着说 黄其帆在检举薄熙来的材料当中 也交代了北京某大学校长帮助薄熙来 窃听中共最高层的通讯网来 他声称薄熙来曾经亲自要求黄其帆 多给这名著名的校长一些奖励 他多次按照非正常的财务程序 给这位校长巨额奖金 薄熙来还特别关照说 该校长没别的毛病 就是喜欢女人和钱 所以多给他安排几个 黄其帆要求他的秘书 专门为这校长提供了很多老年的男人 才吃的那种药 以及多安排几名年轻的女子 是真的 是假的 咱们不知道 反正这事混在一块 第一个 第二个 所有在中共内部权力之争 下台的当官的男人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罪名 就是生活腐败 您查吧 他在位的时候 没下台的时候 生活老清廉了 一下台 夸扎 过去十年的腐败 全出来了 所以这事呢 大家一听 一乐 因为什么呢 现在的年代 就是这个年代 如果当官的不玩 废了 把那官浪费了 您说是不是这道理 换个角度上说 这样的爆料出来 您说后果是什么 那咱们不知道 有朋友也问我 到底你这消息 是真的 是假的 王立军 进了成都领馆的时候 当我们一报那消息的时候 就有朋友问我说 哎 石涛 这是真的 还是假的 我就跟他说 谁知道是真的 谁知道是假的 今年 现在这年代 假的都是真的 真的 都是假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